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甘心的计划 尤其是要救救老憨儿 什么是老憨儿呢 过去大家可能只听过年龄偏低的喜憨儿 但喜憨儿也会长大 她们就成了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老憨儿 很多上了年纪的老爸爸 老妈妈 带着一样老大不小的老憨儿 在这样的双重老化家庭中 生活真的非常辛苦 所以曾经发生有些加油老憨儿的家长 在自己即将离开人世的最后时刻 甚至想把孩子一起带走 外人看了或许觉得心酸 甚至觉得家长很残忍 但是想想老父母的挂心 如果留下这些老憨儿 谁来照顾他们呢 来看看救救憨儿 救甘心计划 如何帮助这些最弱势的家庭发生 记者范玉文 周明文的报导 新剧障碍的孩子会长大 会变老 成为老憨儿 我要唱一首歌 唱一首歌给哥哥听听 父母白了头发 和尚的眼 形容却永远放不下他们的老小孩 这些弱势的憨老家庭 静静地在角落生活 就像快一百亿的社福经费 也被悄悄地删减 这对于在社福这方面的预算 却是紧缩得相当相当一个明显的一个情况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孩子 他们比较不会主动去争取 没了父母的老憨儿 谁可以救救他们 我妈和爸爸已经上电台去了 两个已经上电台了 这位老爸爸 吕超 今年七十四岁 他有一半的人生 都在照顾儿子 自终 拖啊 拖下来 拖下来 来 自己拖 拖给我 来 哦 乖 好 那这只 在这 好 子忠在出生三个月的时候 就罹患了俗称杨巅峰的癫痫 还伴随着智能障碍和自闭症 尽管有药物的控制 子忠的癫痫还是会不断地发作 现在他一发病了我就没办法了 我听到他说他就发作了 我整个软掉 因为真的没人来帮我 尤其现在 我等于说的话 我和子忠 韩文的小生 我们三个人 家里没有这样 在心智障碍者当中 有一群被称作老憨儿 他们的年纪越来越大 越来越老 还是要依赖年迈的父母亲过活 所以我们现在的家庭很多都是憨老 就是只有这个智障者不会出去成家里 然后就陪着老爸爸老妈妈 然后就跟着房子三个人一起变老 这样子 像这样有老父母照顾老憨儿的情况 就叫做憨老家庭 父母老了 孩子也老了 这样的双重老化 可能会造成什么严重的问题呢 95年的时候 有一个新闻 就是基隆一个妈妈 她就是砍死了她38岁极重度的女儿 然后在自杀 那还有就是像 好 例如说去年好了 年初快要过年的时候 那也是一个彰化一个爸爸 她80几岁嘛 那她就是先勒毙了她的小孩 30几岁的智障者 然后在自杀 悲剧就在园林这个三合院发生了 平常84岁的老爸爸 就跟智能障碍的儿子住在这里 不想造成女儿负担 担心自己走了抛下儿子 老先生选择带儿子一起走 其实老先生可以向社福单位求助 不用让这样的遗憾来发生 年迈的老爸妈 担心走了以后 他们的老憨儿没有人照顾 这样的心情 永远是他们心中说不出的痛 他们会担心 他老了照顾不动的时候 那以后怎么办 那现在的社会 其实并不是兄弟姐妹 彼此照顾的连带那么强 那他又会担心说 如果我的其他小孩要照顾 会不会拖累他们 如果他不照顾 那我这个怎么办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宇超仅仅没有力气照顾子忠 让他觉得心灰意冷 有时一说起来 他有发病的时候 我也就说 我子忠赶快就说 解脱了算了 所以解脱的话 我这样爸爸又可以 也就解脱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说 我希望就说 子忠我说你逼我先走 说不定的话 你的后事我给你办 憨儿的照顾 是一段很漫长的时间 一位重度憨儿 平均每天就需要15个小时 让照顾的人 要付出非常多爱的劳务 不然我又要生气了 不要跑出去 叔叔 不要跑出去 好 坐在那边 不要动 就坐在那边 有时候又坐 一坐就坐一两个小时 这样的 你这边怎么红肿啊 我这边啊 我眼睛 眼睛痛啊 你眼睛痛啊 对 眼睛又痛了 给你气的 加油 加油 宇超自己本身 就有心脏病 椎筋盘突出 摄护线等 很多老人的毛病 身体非常不好 连她的记忆 也慢慢地变差了 我哪一天 我就 年纪上年岁 结果咬咬咬 给子忠吃药 吃药 我就这样 我拿了药 又看看自己吃下去了 哎呀我糟糕 我子忠药 怎么我吃下去了呢 赶快到厕所抠哦 防那药全部都 全部都要吐出来 子忠啊 来 吃药药 啊 来 哦 还有一个 这种疼爱带回来的 不是这个 我是我自己给人弄的 因为他自己自残 他其实没有事情 他就乱抠 那要抠 抠那手上都是血 都是什么 有时抠肿都很厉害 这个 哦 看 自己抠的哦 自己抠 好好打 哦 好 哦 好漂亮 还有呢 还有呢 热不热 你反正热你也不会讲 子忠的病情 从中度变成极重度滞胀以后 他连一句话都不会说了 自从他那个病变了以后 因为差不多快十年了 从来没有教过医生爸爸 他就这样 他还不闹 他还不哭 也不闹 也不这样 你也许不知道 前台湾四十五岁以上的智障者 都达两万七千人 而百分之九十以上 还是依靠连迈的父母过活 两年来 智障者家长总会和义工 找到了八百户这样的憨老家庭 这段三十秒的影片 是智障者家长总会策划的 这个团体 是由许多智障孩子的家长们 成立的 二十年来 他们不断努力推动 憨儿的福利和权益 如果我们真的到社区 去发掘这样的家庭 那可以针对他们个别的状况 去提供他们在照顾上面 或是医疗上面的 各种不一样的服务 一个屋檐下 老的和小的相依为命 假如没有被发现 谁会知道藏着这么多 无奈的问题呢